中秋节即将来到 不少人都喜欢找朋友 一起烤肉 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 有什么烤肉蜜招 满桌丰盛的烤肉食材 肉片要怎么烤 才不会又硬又老 可是有配搏 这样够吗 不够 再多一点 蜂蜜加入水 调制成蜂蜜水 接着涂在肉片上 肉片双面 均匀刷上蜂蜜水 飘来阵阵香气 可别小看这蜂蜜水 能让肉片吃起来更加软嫩 蜂蜜水主要就是 把肉的表层封住 不要在烤的时候 让它的水跟油脂流失掉 包住之后会渗进肉里面 所以它吃起来 一定会比较湿润 然后顺口 还有人爱吃的虾子 要怎么样子吃的过程 不沾手 现在就来试看看 剥掉虾头 拿剪刀把虾腹剪开 接下来再剪虾尾 这时虾身和壳迅速分离 拿竹签串好就能直接烤 如果是泰国虾 把前脚打熬剪掉 眼睛后方一公分处剪开 去除虾囊 再修掉尾巴和后脚 剪开背壳 清除虾肠 大功告成 如果是煮熟的虾子 同样有妙招 第一步把虾子 第三节去除虾尾 轻轻一拉 就能轻松剥掉虾壳 不止泰国虾 草虾也能比较办理 第三节那边也比较大片 我们直接就是中间剥了 就开了 尾端蛋比较小片 就会比较没那么好剥 吃完咸食来吃点甜点 烤棉花糖 切记别离炉火太近 避免烤焦 搭配两片苏打饼干 一口咬下 蹦出新滋味 烤肉不再一拳不变 记者连元兵连家庆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悠悠不变